以西越是敢打的 以西越找机会要打他嘛 因为这个事情如果打下去的话 他就会变成国家英雄啊 他并没有放弃啊 他不是会弹劾的吗 20万都上街头了 20万是谁的人啊 是在野党的人啊 如果真的在南北韩发生 充足的情况之下 这个对俄乌谈判 是有利还是不利吗 当然不利 上礼拜你就讲说 以西越不是只有搞戒严 他根本就搞战争 而这个战争背后 美军不可能不知道 所以美军的角色就耐人许会 我想怎么可能 南北韩有可能打仗吗 南北韩这个打仗还得了 就果不其然 今天已经出来了 原来在之前已经要求参谋本部说 你把这个从北韩传过来 这些气球给我打掉 而且你要主动去对北韩射击 我要造成局部冲突 甚至刚才讲的 我现在真的要把我这些政敌 全部抓起来 抓起来了以后 我就要全部的拘禁他们 也就是说 他真的不是只是要戒严 他真的是准备打仗的 我应该定义说 戒严的目标是什么 戒严的目标就是 设法就会引起南北韩的战争 当然就是这个目的 然后这里面来讲的话 他内部做清洗的动作 把所有在野的领袖 统统抓起来 真的要清洗 当然是内部清洗 他军事上 派特整部队跑到国会去 这个多严重的事情 那在国会的摊位 他们接到什么情报 他们认为要去哪里 北韩 他们认为要去北韩打仗去了 那北韩有没有相对的 做出相关的战争动作 保证有的 下周下时 突然间公开宣布 电台宣布 又开始南韩进入戒严 那相关临边的国 周边的国家 一定会有对应的动作会出来 怎么可能让你在那边一个人在那边搞 你也传一传一传消息 是 现在对南韩来讲 你是六个小时结束 可是北韩 整整拉到最高警戒状态 18个小时 对 所以北韩非常紧张 但是北韩非常安静 而且没有任何的回应 就是怕被你 尹徐岳这个家伙找到麻烦 找到理由来打我 因为他的目标 就是要跟北朝鲜冲突 对 可是这个目标来讲的话 所以北朝鲜知道这个事情 所以金宇正跟金正恩兄妹两个人 一句话都没有说 通通都不讲话 不是非常安静吗 平常每天气牙牙 天天在那边挑衅的是谁 都是北边的 现在屁都不敢放 一放我干 他就干你了 所以他是纯心要 你说只要金宇正跟金宇正恩 只要有动作 尹徐岳是敢打的 尹徐岳找机会要打他 因为这个事情 如果打下去的话 他就会变成国家英雄 打下去不管是什么情况 不见得又扩大的情况之下的话 这些所谓的 主张和平统一的在野党领袖 通通会被扣帽子 这是北方的间谍 开始扣你帽子下来了 帽子一扣的话 朝野的姿态马上互换 他变成非常强势的领袖 所以他今天到现在为止 他还是在想干 他并没有放弃 他不是会弹劾的吗 二十万都上街头了 二十万是谁的人 是在野党的人 对不对 你二十万我也可以搞二十万 这个事情他们现在目前是暂时缓和这个情绪 然后因为尹徐岳还有其他的动作 我相信最近很快 他一月份他就会跟川普见面 川普见面又是一个新的高手 中间还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 但是我们从计算上来看的话 如果真的在南北韩发生充足的情况之下 这个对俄乌谈判是有利还是不利吗 当然不利 不是 应该讲的 对俄罗斯非常不利 你北韩就动不了了 对吧 那你看看今天川普这两天穿什么衣服 你看川普今天跑到法国 跟泽伦斯基参加圣母院的重建的宴会 他说要穿什么 他穿个深蓝色的西装 打一个金黄色的领带 乌克兰都过去 他挺乌克兰的嘛 所以把这些组合在一起看的话 怎么会没有道理呢 当然是有道理的嘛 所以这个世界还是一盘棋 这个事情还在进行中 因为我觉得南韩一直还是想要 起码尹熙悦这种人 还想继续去修理金正恩 这个是他一直念之在之 还想继续干的事情 尹熙悦发动一个短命的戒严之后 他个人当然要受到极大的一个挑战 甚至他现在有可能被弹劾 但现在资料越来越多次 搞了半天 他不是只是要戒严 搞了半天 他真的要发动一个战争 而且他要把他在国内的敌人 一个一个抓起来 一个一个肃清 但他千算万算 他没有想到两个地方他失策了 第一个就是707部队 这是整个韩国纪律最严密的部队 照理讲 你今天总统都已经下令了 照理讲 这个部队只能听令 他应该是如被实至 但没有想到 真的他到了国会之后呢 他居然消极抵抗 他完全没有去阻挡这些国会议员 进到国会之中 本来下一个命令 国会里面最多不可以超过150个人 只要超过一个 你要全部给我拖出来 但是白虎部队 并没有执行这个命令 另外一个就是北韩 他千算万算 他千想万想 他都没有想到 这个戒严从头到尾 那么久的时间 金正恩没有发一句话 连最喜欢放炮 最喜欢骂南韩的金宇正 也一句话都没有坑 难道北韩不在乎吗 没有啊 北韩在这件事情里以后 你看每日朝鲜有讲 南韩宣布戒严令之后 北韩总参谋部 马上召集军方高审 而且马上将北韩的戒严层次 拉到最高的等级 我们知道南韩的戒严不到六个小时 但北韩的戒严一直维持了18个小时 代表北韩是真的高度戒备 北韩是认真的看待 南韩的戒严状态 但为什么金正恩不敢讲话 金宇正恩不敢讲话的重点 就在于说 他们知道隐医院是完真的 隐医院正在找北韩的毛病 要如果你北韩有任何的风吹草动 他都可能变成他出兵的理由 现在你可以看出来说 原来在南北韩之间 现在怕打仗的要避战的 竟然是金正恩 在这一段里面 资深媒体的人王瑞德 也加入我们的讨论议定 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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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现在南韩的这个戒严 真的像一出韩剧一样 整个峰回路转 刚好讲到 隐医院 他是完真的 他已经有筹划的 他是有作战的 准备 就没有想到 他这个作战命令里面 没有想到北韩一句话都没有坑 而且从这里面得到一个新的讯息 是什么 他们的707部队讲 我本来也回到北韩的 而且他讲我到北韩的时候 他是有地图刀 他是有所有的结构图刀 搞了半天是 他们早就做好了 斩首金正恩的准备 而且在隐医院上任之后 这个白虎部队 是秘密严密的在操练当中 所以 你就会看到 为什么金正恩 金宇正 在这一次的事件里面 这么低调了 没错 上12月3号隐医院这个戒严命来说 保决员他是一盘大棋 什么叫大棋呢 因为那过去一年的时间 隐医院民调一直不断的调 然后他任命的人全部都被打回票 然后几乎他整个坐困在 这个所谓龙山的一个总统 他几乎命令不出总统府 动不动 所以他怎么办 他现在怎么办 他决定下一个险期 什么险期呢 我挑动跟南北韩的这个紧张关系 甚至打仗 打仗之后呢 我可以宣布戒严 他真的要打仗 戒严之后呢 我可以把所有的国会演 抓起来 抓起来就没有人来反我 所以他其实原本是这样 破话的 可是隐医院敢玩这么大吗 他只能够这样玩 他只能够这样玩 他没有下台阶了 好 那怎么办呢 所以你知道 是他这一盘大棋的时候 没想到有两件事情 让他料想不到 第一件事是 他们的 他派到这个国会的 七令七特种部队呢 他们没想到不执行命令 消极抵抗命令 他们没有逮捕这个国会议员 所以国会议员可以 进去国会里面 重新再投票 这个否决掉了隐医院的这个戒令 照理讲 在我们当部队的时候 你的枪是不可以给别人的 他的枪被一个女主播抓来抓去 他们也不敢有任何动作 所以他没有料想到 这个七零七部队 南韩的白虎部队 最强的这个特种部队 你怎么这样搞呢 所以这个有点让隐医院 没有办法想象得到 第二件事是什么 他要什么 他要用北韩反应 就没想到北韩居然没有任何的反应 他听到这个隐医院这个戒令的时候 宝洁 你都以为说他们可能会动作 没有没有 事实上在隐医院要发动这个所谓 这个所谓戒令之前 其实他们都已经开始 似乎有点紧张 觉得说你隐医院师傅要做什么动作 所以他们已经没有在做任何的这个动作 所以你知道 等于是这个北韩的反应 不如隐医院 另外一个就是他们的特种部队 没有想到居然是 消极抵抗的一个状况 他刚刚讲的是北韩在这个时刻 他们真的感觉到说南韩是要打仗的 因为南韩在之前 已经下令他们的参谋本部 说你不好 这个北韩来的任何东西 气球也好 任何东西好 只要你敢越界 我就全部把你打下来 甚至我可以对北韩的方向的银枪 我就是要制造局部的冲突 就没有想到金正恩全部都忍了 抱歉 那他是学谁呢 他是学纳坦亚胡的嘛 纳坦亚胡 你看之前是不是快要倒台了 对 那他现在打到现在为止 他现在怎么样 对哦 他越好 所以他也是想要玩这一套 反正我就挑起跟北韩的这个紧张的局势 一紧张之后 搞不好我是暂时总统 我会完全不一样 所以北韩第一个时间 他敢玩这么大 他进言之后 北韩第一个时间非常非常紧张 那如临大敌 你看 当时你看这是朝鲜 美日朝鲜说的 宣布建议令之后 北韩的总参谋部立即召集所有的军方的高层 也就是说 在听到这个消息 大概这个几分钟之后 北韩就开始召集了 那召集的时候 你看 他们在什么 那天晚上11点左右 隐习会发表大概30分钟之后 所有的高级将领 都到平港市的这个西城区的这个石峰洞 总参谋本部 在那边去商谈 那商谈的时候 你看 他们主要的这个将领都来了 然后海军空军战略部队 指挥馆等 视讯那样一个状况 他们还在说 全军进入所谓警戒状态 但是不要动 就是说你等到 这个上面有下面 你有什么在动 但他们就没有任何的 这个进一步的这个作业 就是等待南韩直接来的这个消息 他们不敢任何轻举妄动 所以你说 当时金宇峥跟金正恩 真的感觉说 如果你嫌玩假的 那我也玩假的 反正会叫的狗不会咬人 现在这个狗会咬人 我就不叫了 那除了这个进行 全军的这个所谓 参谋本部的这个会议之外 他有什么 国家安全保障部 还有社会安全部 马上有开始紧急 所以他们不是只有军方 还有这个社会的 还有国家安全 全部都动了起来 动了起来之后 你知道 保军知道 很有意思 那在这一次的这个戒严令之前 其实北韩每天的国家 他心里都在笑什么 尹锡悦你这个 你几乎是令不出总统府 你随时面临被罢免 被谈恶的这种话 从十二月三号之后 你觉得他都没有了 没有任何报道了 所以你说 尹锡悦在戒严之前 对 北韩每天冷嘲热讽 尹锡悦 可是等我喊戒严之后 对 北韩屁都不敢放一个了 因为他觉得 我跟他讲 尹锡悦或许 他不会 这个再次 这个宣布戒 但是他有没有可能打北韩 不是不可能啊 所以北韩开始很紧张啊 你说我现在停止戒严 是一件事 我打不打北韩 又是另外一回事 没错 所以难怪说 你的戒严令都已经取消了 为什么金正恩跟金允正恩 到现在还那么安静 是因为 他们不能让尹锡悦 找到任何借口 所以你说他说 事实上目前为止 北韩是相当紧张 尹锡悦你千万不要动啊 所以说目前为止是 北韩开始在静观 这个南韩目前的发展的态势 而且你说 你从这次707部队 后来接受访问 他的整个态势来讲 原来他们已经做好 斩首金正恩的准备 原来我们之前就讲过 他们已经把金正恩 所有的房子 金正恩所有会运用的车辆 金正恩所有的路线 他们都已经摸清楚了 所以那些707部队的人 接到命令的还知道 我以为我要去北韩 我以为我要去斩首金正恩 如果他有这样的印象 有这样的感觉 就代表他平常想的 做的训练的 都是这个 没错 目前为止 越来越多报道出来 就是他们去访问当天的 这个进行这个 这个707部队的所有人士 他们的纵容是这样 他们在那天晚上的时候 原本他们就在演训 而且都穿了全军的 全副武装的这个部队的衣服 然后就说 到了这个傍晚时间的时候 我们现在要出动到北韩去 所以他们有些人 已经机密行动开始 所以他们就开始出发 做了这个直升机 然后抵达 他们原本会认为是抵达 这个北朝鲜 就被想他们觉得越来越不对 飞往什么 没有往北飞 飞到这个如鱼岛之后 就往下降落 降落之后 他们发现到时候 降落在国会山中 国会这个地方 所以他们无法接受 就是说 我原本的训练是要来打这个北韩 那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 然后他就说 这为什么他们 你会觉得他们好像很落差 第一个他们没有很全力 在那边保护 然后他就说 他们好像不是很了解 他们就说 因为他们原本不是在这个地方 他们原本是要去北韩这个地方 他们对于国会大厦里面 他们不是很熟悉 因为他们没有演练过 他们最后演练过什么 停在国会那边是OK的 因为他们原本就是练习 停在这个国会旁边的一个 这个地方空地 他们有演练过 但是进到国会之后 他们完全没有任何的作为 所以等于是 等于是他们到那个地方 他们也发现说 不是北韩 是在国会之后 他们就开始消极了这个抵抗 而且他们提到说 现在要我们把国会两重大楼 全部给清空 对 他说我没有这个建筑图 我也没有路线图 我也没有地图 我是临时用这个T-MAP来这个处理 对 可是这个反过来讲 如果我今天打清准 我就要去北韩 那我都已经做好准备 代表北韩里面的建筑图 北韩的地图 他们都有了 这就是军队的抵抗 你以白虎部队的能力来说 多少人他都可以赶走了 他就是 等于是放任 让你们进去的一个状况 那除了这个之外 当时的这个 在那天晚上的时候 你看 他们有发到这个简讯 给所有707部队 所有人士 他们就说 第一个 你看他发了这个 被朝鲜威胁 该部队正面临来自朝鲜的威胁 可能需要乘坐执政机执行司机的任务 表示情况严重 所以就说你看 是朝鲜 朝鲜的威胁 然后还说 如果我真的发生事情的时候 我们不考虑任何状况 会直接调动707 也就是说 你们707部队 随时准备好 准备好之后没多久 他们就坐上执政机 就到了这个国会去了 所以当时的这个国防部 目前已经被抓了 这个前国防部长金龙贤 的确下了这个命令 给当时的这个参谋本部的 这个金秀明就说 反正呢 你只要有北韩的气球来 就马上把他开火 把他打掉 打掉他用于什么 挑动北韩 就没想到 北韩没有任何的反应 也就是说 事实上是 北朝鲜 还有他们的707部队 坏了隐习院 整个这个大气的这个状况 好 南安的检察官 现在已经确定 你现在隐习院 犯内乱罪 你犯内乱罪 现在跟你限制出境 限制出境 当然即将的展开 可是即将展开我最尽量的是 他们真的准备打仗 而且他们的白虎部队 真的这么厉害 而且他们的白虎部队 刚刚讲 我带的这个夜市镜 我是我的准备 我的枪支 他们都已经为 斩首金正恩 做好准备了 你知道为什么 隐习院会这次 会搞得虎头蛇 会一塌糊涂吗 为什么 因为他做错了一件事 他要逮捕的人 不是只有国会的议长 不是只有占国会 超过半数的 这个在野党的这个议员 他连自己政党的党魁 也要逮捕 所以我问你 如果你连你自己的政党的党魁 都要逮捕的情况之下 谁会挺你 所以表示隐习院 他这次是完真的 不过 707这个特战部队 他的这个队长 金贤派出来 开了记者会说 他当时是被下令 被他的这个陆军的 这个特战司令 下令每一两分钟 都打个电话来 要他们去包围这个国会的 这个办公大楼以后呢 事实上指定了一些 包括我刚刚讲的 在野党的党魁 议长 然后包括执政党 全部要抓 把这些人全部列出来嘛 那至于你刚刚跟我讲说 这个白虎部队 707部队到底强不强 保洁 我们当兵的时候 都会打一个 举权 政权吧 对 你还记不记得 这个政权 这个举权是哪里来的 韩国来的 这是韩国来的 这是蒋经国当时啊 那么去参观韩国参观的时候 发现一件事 韩国太阳的后裔 这部电视剧 当时在越南上演的时候 不是越南举国花然吗 对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在越战期间之内呢 除了美国之外 韩国所派去的 冰南的阿兵哥呢 是世界 等于说除了美国之外的 第二位嘛 最多的 而那时候 那么蒋经国意外发现 韩国的这个军官跟士官 竟然啊 用他们的跆拳道 一个人可以这样子 踢死跟打死几十个 这个北岳的士兵嘛 所以后来就决定 把这个跆拳道 引进到我们台湾来 所以引进到台湾来的时候 连教官都一起找来 当时那么首任二三十位 这个等于说北韩士兵的教官啊 那军官都跟韩国 特别借到台湾来 训练我们台湾第一兵 后来把它改名 无望再举的拒绝 就是这样来的 今天这个越南人被他打了以后 是武藏俱飞 你要知道哦 他们当时韩国还把这个 青龙部队 白虎部队这些 当时打了以后的战果 甚至于照片跟相关的档案 放在他们的这个 比如说博物馆里面啊 所以呢 那么蒋经国就觉得 哇 这个部队这么强悍 这么能打就对了 但是也因为这样 杀了很多这个 所谓越南的这个阿兵哥 跟相关的士兵啊 所以为什么太阳的后裔 因为太阳的后裔 其实就是以707部队 作为他的这个版本 你知道吗 所以这次为什么 调派707部队去 大家的焦点不是说 我们梁山特勤队 用的这个夜视镜 只有一个镜头 他们有四个镜头 那么这个夜视镜的角度 更广更棒 一个这个夜视镜 就价值一两百 一百二十几万的新台币等等 不是在这样 我告诉你 这次如果他真的 707部队 如果真的完全听命乙锡悦的话 这些国会议员大概被杀光了 我讲坦白就被杀光了 你的意思说 本来他要707部队进去杀人的 这个特战司令叫郭总根 郭总根下令是要他们 这个等于说特战部队 707部队呢 进到国会大厦 进去里面 不准里面有超过 150位的国会议员 超过了呀 超过了以后为什么 因为根据南韩的宪法规定 那么300位的国会议员 超过一半就150位了以后呢 他们可以表决 表决一半通过以后 那么戒严就要解除嘛 所以我只要让里面 没有150位的国会议员 不可能有这种事情发生嘛 所以他进去里面拖 但是后来发现 707部队的这些特战部队发现 我们意外介入了一个 所谓的政争啊 你知道吗 党政跟政争啊 所以他们事实上呢 后来就消极底纲 有的人说 他们哪有他拉惨啦 什么 爬个窗户爬个那样 我告诉你啦 你可能从那中 不是有一个在野党的一个发言人 是女主播吗 本来拉拉扯的那个枪吗 我告诉各位 你知道有没有实弹 有 实弹放在什么地方 放在他们降落的那个直升机里面 如果呢 没有把实弹带出来 他们并没有把真正的实弹带出来 那时候的实弹包括步枪 5.56毫米的 也包括9厘米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子弹 都放在里面 如果他真的把这些步枪跟这个手枪的实弹带着 我问你 他如果真的杀的话 真的学习这个等于说 那么国会山中的话 你以为凭这些老百姓 凭这些议员跟这些这个所谓的发言人 挡得住707部队吗 可是我觉得尹徐越你要想 这什么实弹呢 军队怎么可能被你这样用 问题就在尹徐越误判情势 为什么呢 他误以为 尹徐越不是 他其实本来要趁这个机会 一举就把这一级甚至包括自己看不爽的这个执政党的主角 一举把他群拿起来 全部抓起来 为什么 尹徐越这个名单不是临时突然间想到 他真正要保护的是他太太 你知道他太太说人家的这个名牌包说人家有的没一大堆嘛 所以呢 他拎的那个名单 我觉得告诉各位 各位常常上节目的这些 大家这些政论名嘴 对不对 还有这些网红大家小心一点 尹徐越下令707特战部队要抓的里面的人 包括网红在内 真的假的 包括这个叫做金鱼俊在内 那为什么金鱼俊是因为网红 他下令要抓他 不过他很聪明 他一听到不对了 听到戒言 他马上开车出去 开了整整一个晚上 不敢回家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朋友打电话给他说 你被限制出境了 然后707部队现在在到处收捕你啊 要抓你 为什么 因为他在政治评论的相关的电视里面呢 常常叮这个尹徐越 所以尹徐越恨之入骨就要抓他 一直等到尹徐越这个戒言解除了以后 这个金鱼俊呢 才松了一口气 终于赶现身回家了 好 吴总 刚才讲的 你这样讲 世界是一盘棋 上礼拜再讲说 尹徐越就是要一场战争 而且这个战争 其实等到美国的支持 我当时想怎么可能 现在看起来真的这样 而且更妙的是 北韩之前夺凶啊 在戒言之前每天骂尹徐越 等尹徐越 真的翻脸了 真的搞戒言了 金与正 金正人到现在一句话都不敢说 今天讲不是要戒言 他要打仗 打仗 现在慢慢慢慢 资讯越来越多了 都要调动部队 给部队的指示 等等的动作 你看起来就是 他就是 冲着北朝鲜准备冲突 那这个才有意义吧 那这个戒言才有 他的言才有长期性 可这个真的吓到金正恩了吗 金正恩当然吓到 因为你现在去看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当然严重的恐吓到金正恩 金正恩根本不敢动 因为如果真的让他的任务成真的话 这个时候来讲的话 这个朝鲜半岛整个冲突升高 升高最大的倒霉鬼是谁啊 普丁嘛 你看这个故事很简单 中东发生的故事 这边发生的故事一样嘛 对 他的部队没办法调动回来嘛 他没有能力去支援北朝鲜嘛 就是他现在看到的叙利亚 我就眼睛叙利亚对他来多重要 这是他能够插足中东 在这个地方有他的这个索德扣机场 这个地方有他的港口 结果完全帮不上忙 我就眼睛看到叙利亚被拿走了 叙利亚会让美国人得逞的原因 就是因为俄罗斯的部队被抽空了嘛 那同样这边道理一样啊 如果朝鲜半岛这边产生冲突的话 那这个时候来讲的话 他要去支援朝鲜半岛的话 他哪有这个兵力 没有了 那不可能的事情 你看到美国更厉害 三艘航空母舰什么东西 都跟着外面来了嘛 所以我很难相信说这件事情 老美完全不知情 这个说法实在太不合乎现实了 因为现实状况就是说 这个地方对美国来讲的话 是重大的资产投入的地方 对 他有任何的风吹草动 他都要百分之百掌握 因为他有三万美军驻航 这个是重大的一个资产啊 那怎么可能让这个事情在那边瞎搅和一通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版本啊 绝对不是说原来他的计划 他原来计划我很简单讲就是戒严 然后抓在野党 然后攻击北韩 这三个动作 这三个动作下去之后 这变冲突了 他的总统 他的戒严力可以维持上去 对 可以stay longer 可以变成有效的戒严力 不论戒严什么东西你告诉我 对 六个小时干什么运气 就没了 到时候这打起来说 谁敢上街头 全部抓 对不对 他用戒严这个动作就是军管嘛 对 军管就是要 当然就是军事作战嘛 我要军管 然后我要刺激北韩 我要让这个北韩有动作 北韩有动作 我就继续打起来了 到底是他要让北韩动作 还是北韩 他就会直接挑衅去打 直接挑衅 不知道 但他这个计划里面的一环 就是去制造 北朝鲜半岛的军事冲突 我觉得这个是确定的 可是美国愿意 这个地方有冲突吗 美国现在你看 美国国防部 没有出来讲半句话 美国的外交部 美国的国务院有讲 这个事情是不对的 他错过一大堆 有真正谴责以其乐吗 没有吗 美国如果真的谴责 这件事情的话 我告诉你 那他这个前两天的弹劾就过关 就那么简单 如果我们再 我举个最简单的讲 大家都不要吹牛 什么 什么假装 四小龙 如果今天美国说 陈水扁放掉 美国陈水扁就放掉了 就这么简单一个事情 他百分之百可以影响 这个所谓的台湾 这个日本跟韩国的政治 政治跟军事经济情势 会长 昨天 所有人都吓傻了 我们昨天十点半 看到 影学居然突然说 宣布说 我要进行建议 建议 然后就看到坦克车上去了 你就看到 整机上去了 然后开始进行包围 刚才讲 那个六项很凶 六项刚才不是讲吗 这六项里面刚才讲 不可以有任何政治活动 包括国民议会 包括地方议会 包括任何政治写上 你不可以给我罢工 你不可以 连媒体 媒体 你任何的出版 都要在官方的 这个所谓的监控之下 你想说 南韩不是还走过 那个戒严的时期吗 南韩现在不是被认为 一个民主的官方 你怎么会走到这条路 那走上这条路 之后不到三个小时 就被摆平了 摆平了以后 现在影学院刚才讲的 众判清理 那他想 你到底发生什么事 你怎么会走上这条路 你当时怎么敢赌那么大 到底 整个南韩 现在发生什么了 是 宝洁哥 真的 南韩就是这个 今天六小时 差点把整个民主自由男孩 一系带回了戒严前 所有人全部都惊呆了 因为当影习越 在他们的南韩的媒体 开始讲 用所谓的 铲除清北势力的知名 在事实上说 我要来保护我们韩国的 民主宪政 用这样这个名义 高举大器 却是对全韩国人进行戒严 戒严很夸张 把你的一开始怎么样 他调动他的军队 他竟然调了他的军队 马上包围他们的国会 而且他下令 他下令逮捕 他说10点47分的时候 五架军方的直升机 直接在国会周边 开始进行空中的一个盘旋 进行一个制霸拳 10点50分的时候 警方封锁国会大楼的正门 不久之后戒严部队进入 进入要干嘛 要逮捕 要抓人 你知道为什么要逮捕议员吗 因为经过韩国的一个法律 如果总统他宣布要戒严 韩国的议会只要开会 通过决议的话 是可以取消这个戒严的 他这个动作 就是让你开不成会 也就是我今天宣布戒严了 这个戒严的解除 只有一个就是国会提出的 就是说他只要二分之一反对 二分之一反对 这个戒严就不成立 所以我要包围国会 而且他要逮捕国会议员 甚至你刚才讲到 那个贺枪时代 而且他那个整个部队 是完全是什么 是过去海豹部队所谓的规格 是整个韩国最精英的部队 他居然把韩国最精英的部队 都派出来了 是 而且我跟你讲 他这个六点一个 所谓的戒严的条例 你看了之后 你会发现一件什么事情 他其实策划已久 他可以把枪杆证 他把所谓的刀法证 全部都背齐了 第一个 他跟你讲你所有国会 地方议会的政治活动 全部给我停下来 第二件事情 政治集会的示威 也全部都取消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所有试图否定 颠覆自由民主体制 假新闻捏造舆论 煽动的也都不行 那等于舆论 前置整个新闻自由 前置整个舆论 所以我跟你讲 这真的造成 包括所有的一个社会 所以我现在把枪杆子弄上街 我现在把刀子 放在我的旁边 甚至刚讲的任何的笔杆子 都要在我的监控之下 太下令 出版受到管制 所有医疗人员 48小时之内 回到工作岗位 这代表什么意思 吸狼啦 所以呢 之前刚讲的 因为之前整个南韩 最大的罢工 就是医疗人员的罢工 现在告诉你们医疗人员 你刚才给我罢工了 我透过戒严 你这些人给我乖乖 回到岗位上 而且他预期 会有人员的死伤 所以你知道吗 那些真的那些特种部队 出现在面的时候 坦克车都到了 我就心里想说 怎么是太夸张了 怎么那么快时间 坦克车都到 所以人家就想说 天哪 以习院 我这个竟然是对 全韩国人民 进行一个 所谓的突袭 这突袭是什么 就是以保卫 所谓的自由民主体制之民 在世上 所进行的是 清算政治的议题 那全世界最困惑的是 你现在大张旗鼓的 这个东风吹战鼓雷 冲到这么前面 刚刚讲的做了这样的一个铺牌 你的部队都上街了 结果不到三个小时 就开始演兵习故 而且在以习院都还没有宣布解研的时候 这些部队就已经回到岗位上 而且一些更夸张的是 以习院现在自己 重叛清零 全韩国都活了 非要他下台不可 你怎么会走到这一步 你只会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 我跟你讲 还好就是 韩国这一些在野党的国会议员 动作非常迅速 他们是每个人 爬过 而且边走边录音 就说我现在要赶快进入国会 我要赶快通过这个法律 我要制止这个疯狂的总统 所以你知道吗 他们一需要立这个 李在明一需要一宣布之后 赶快送回国会 竟然有大概190个国会 190个国会 除了他们自己共同民主党的175人之外 其他的是包括 连他们执政党的国会议员 也在场 他说我们不支持总统 韩国国人有300人 300人里面的190人 这190人很多是执政党的 这个国会议员 全部都冲回来 而且190票都是反对戒严 就是190里面有在野党 那个共同民主党的 至少175人 全部都是否对 都不用讲嘛 但是包括他们自己执政党的 竟然也说我们完全不支持总统 而且我们不支持 现在事件过了之后 今天六小时之后 大家开始来跟李其苑算总账 你身为男孩的总统 你竟然犯了叛国罪 他们现在开始要针对叛国罪 对他启动弹劾跟调查 而且我跟你讲这个人非常重要 因为他是执政党国民力量的党魁 韩东勋 韩东勋 执政党党魁 直接反对这个执政党的总统 而且他是尹其苑 所拉拔起来的 尹其苑他那时候是手把手 把他给拉拔起来 结果他现在说什么 他说总统宣布 这也是错误的 我们将与人民反对抵制 所以连你自己的执政党 里面都对你投下 所谓的不信任票 反对票的情况之下 你领袭院真的是重判清理 而且执政党的这个党魁 还怎么讲 他说身为执政党的党代表 我们今天对这样的状况 对全民感到抱歉 更重要的是什么 他说对于总统 对于向总统提议 发起戒严的国防部长金龙县 还有其他相关人士 都要负起他们应该的责任 所以我不是道歉而已 这个执政党的党魁是说 今天谁建议 谁跟这个政变有关 或者谁跟这个建议有关的 包括国防部长金龙县等人 你全部都要负相关责任 而且更夸张的是 影席院周边的幕僚 重判清理 全部宣布辞职了 是 包括什么 包括办公室的秘书长 这个政所 还有包括南海的 国家安保市长 声援提 为什么他们都站出来反对 因为你在发动这样子的 什么会有国家总统自己发动政变 所以他们就觉得不可思议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他竟然是在少数人的一个侧谋之下 竟然对国家做成这样子的突袭 而且你要知道 韩国已经44年 没有所谓的戒严 大家都没有办法忘记 44年前 光州那时候的所付出的惨痛在下 100多人死亡 400多人到目前为止还下落不明 所以韩国是为了这样子的社会 为了这样的戒严 帮副中国非常惨痛在下 如今你突然之间俄戏话 说一句戒严就戒严 搞得全韩国人全部都反他 而且昨天的场景开始也慢慢被恢复了 恢复了他是9点半的时候 宣布戒严 宣布戒严的时候 8点钟之后 就把他的内阁的主要的成员就找来 主要成员没有人知道 总统要干什么 他们到了现场以后 门关了以后才知道 总统要戒严 他们请以为不可 他们说 但是隐习院的态度非常的坚定 隐习院完全不容挑战 而这不容挑战 就非常坚定 有两个关键入伍 哪两个关键入伍 跟他们讲的 就是国防部长金龙贤 还有行政安全部的长官李向民 这两个人是全力支持 这个所谓的隐习院 所以现在看起来 不是隐习院要倒大 他要面临台阁 他要面临下台 他要面临牢狱之灾 现在连国防部长 跟行政安全部长官 都会出事了 是吧 你知道这三个人是什么吗 叛国铁三角 他们现在开始追究 到底是谁 萌生出这样子的 一个荒谬的 一个建议的想法 结果现在所有的矛头 指向谁 国防部长金龙贤 你知道金龙贤是谁吗 他竟然是隐习院的高中同学 高中同学 也是有50年的轻衣 所以现在都发现 这个实在太荒谬了 而且你要知道 这个金龙贤 他是今年大概8月 才从原本的行政部门 变成是现在的一个国防部长 换句话说 他其实是有越过 根本这不是他所应有的领域 第二件事情 据说 他在8月以上来的时候 马上就以萌生出 要有 我觉得现在的整个在野党 对我们执政党 发动一些相关情 所以这个国家 面临到一个安全危机 所以要有提出一个 所谓的一个戒严 他跟他的高中同学乱搞 对 那时候就有一个戒严的 一个阴谋论 还有包括行政安全官 这个李向民 李向民也一样是他高中同学 所以他们三个高中同学 就是开始将侧谋 这个惊天动地44年来 首次的一个 荒谬六小时的戒严性 结果现在因为失败之后 这三个人都要面临到韩国 包括司法以及人民的大法 所以南韩的乌龙这边里面 我觉得也展现了南韩人 也太妖悍了 搞不过我们开始观察了 今天有个画面 这个画面 现在在全世界 你知道现在 抓那个枪的是你左右 他现在是民主党的这个班人 当你今天在军队把枪材 刚刚拿出来就火大说 你干什么 你怎么可以把这个枪 对象人民 然后就开始扒这些军队 你看吧 这么样的妖害 把这个南韩的民风 票害 你从这一次我们讲的 怎么解释你就看到 为什么 因为不只是所有的议员 第一线冲到这边 直接要翻墙 要越过金区里面 就是要坚持要开会 直接完全无视于军方和警方组长 连一般的老百姓 我们讲 刚刚看到的那个主播 他是一个前主播 他们讲安桂林 他现在整个爆红 为什么 因为当地一线的时候 他发现说 这个军队人员 他这个枪 宝德哥你不要开玩笑 你知道那个枪是实弹上膛的 上膛的就对着人民 对着所有的来这边 前来抗议围观的群众 那是上膛的桥 对 然后这个你主播看到了整个火 那个带架是有枪的 有子弹的 对 他火就上来 他直接冲到前去 然后把这个枪口抓住 而且各位你仔细看 抓住了算了 他是什么 对准自己身体 完全开始跟安妞打说 你不准把枪口对准人民 你没有这个资格 你作为一个军人 你应该要保将为国 你怎么可以对准 我说你看 冲得到跟拉拉车的 反而是这个军人 被他吓得瑟瑟发抖 你不断的往后退 说说好好好大姐 我怕了我怕了 好好我怕你了 好不好 直接就往后退 然后军人就不敢 再把枪口对准这个老百姓了 结果后来大家去查发现 欸不是 他是女主播 你看我们讲 漂漂亮的 他在韩国 我们讲算是小有知名度 结果他竟然敢去做这种行为 你以为只有这样吗 不是 我们刚才是不是讲到说 连议员呢 都翻墙冲进去 才有办法去开胃 保雷哥你看 你看到这个画面 有一个议员 大家想说 欸习惯 为什么大家在底下 要把他推上墙 因为他今年高龄 已经82岁了 82岁的高龄 他其实没有差这票你知道吗 因为189票一定会过啊 但是他就说不行 我一定要坚持去 结果你知道吗 等到他爬进去了 老命都要哭去了 整个人躺在那边 累得要死 因为他想说我就坚持要进去 他们想说太猛了 82岁就这么猛 但我讲不只是这样 刚刚讲到一个是议员 一个是主播 那我们现在讲到的是什么 妇女 不是这个最厉害 他今天就躺在车子底下 对 他就over my day body 油胆 你就给我开过去 因为这个车辆是什么呢 是军队护送的车辆 所以他等于就说 哎呀这个军队车辆 我就不要让你们运送 我不要让你们过去 我宁愿呢 我就整个人喔 他各位他不是躺在前面而已 他这个进阶板 他整个人躺到车子底下 那个像公车车门 我整个人都陪 陪我就在那里面 所以你知道 南韩根本不需要 我们讲什么军队 什么警察 光是人民喔 看到这些人 用肉身都敢干干拼 而且刚刚讲的 这个真的已经惹毛了整个南韩人 刚刚讲的 你现在的《朝鲜日报》全部都说 全部都在罵隐形院 现在已经部分东西南北男女老幼 全部都说 隐形院你给我下台 我们刚刚讲的隐形院 最近其实压力已经很大了 第一个是 他的民调其实在节节下滑 他的民调在这个11月初的时候 干嘛只剩下多少你知道吗 只剩下20% 后来没有多久 只剩下17% 如果现在再做的话 他大概只剩下 等于10%都不到 10%不到 现在不是说 你10%的民调低喔 是要你马上下台 甚至整个韩国最大的工会 现在全部大罢工 大罢工的一个唯一的诉求就是 隐形院不下台 我们不复工 把那个南韩是一个 我们讲民主自尊性 非常非常非常强的一个国家 而隐形院做出这种戒严的举动 等于是什么 让他们在国际上呢 丢进了颜面 所以当然他这个人 不只得要下台 后续绝对包括什么叛国罪 甚至相关的罪责 绝对会有司法的审判 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因为你想想看喔 当今天隐形院 他的民调只有17% 而且呢 他在任内 他整个政府 我们刚才讲到 甚至他的预算被大喊四上 坏人之讨厌度一个75%的 我讲的不是柯文哲 我讲的是隐形院 他是什么 全民都已经唾弃了一个人了 但理由当然很简单嘛 他讨厌度75% 对 比柯文哲还高 所以代表一件事情嘛 就是因为他老婆 所以本来你就已经失禁明星了 结果你在失禁明星 你为了力挽狂然 被水一战的状况之下 你竟然孤注于此 把我们南韩的人 全部脱下去 所以没有人知道 当时在外面包围的 不只是刚才讲的那个女主播 群众呢 他是自从自发 大家都已经群聚在那边 因为那个时候 没时间动员嘛 他一宣布之后 一群我们讲的自发系的民众 就围在那边 保险你知道围在那边 他开始在骂什么吗 骂什么时候 然后不然就骂什么 西班牙 我说西班牙 就开始脏话不断了骂 就是你这个臭小鬼 你这个兔崽子 你这个狗崽子 就开始偷骂 所以你知道 对他们而言呢 如果你政治人物 已经失去明星 他们根本就 没有把你放在眼里 好回程 当时里面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 就是他的太太 对 现在有人讲说 他今天会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是他没有在善惊逃轰 大家说我很惨 我作为国总统 你作为总统 你不能保护我 你作为总统 结果我要坐牢了 你作为总统 我跟着你 我没有飞房腾达 结果我今天就漏这么惨 他说因为这样子 大家在善惊逃轰 他为了要救他老婆 才出此下策 搞了半天 他老婆 现在是全南韩 最有争议的女人 是可以说是 尹锡月 其实也是因为他老婆 然后现在衰败也是因为他老婆 因为他老婆的外形非常靓丽 所以他那时候在竞选的时候 哇这个跟女明星一样 真的是为他吸收到 不少的年轻的一个选票 但是现在竟然在2022年的时候 被人家发现什么 这实在太荒谬了 你知道有一个韩国媒体 叫首尔之声 他们听说 他老婆会收受人家的礼物 所以他们就叫了一个 在美国的 但是韩裔的一个牧师 去接见他 然后呢就说 哎呀这个我第一次见你啊 不好意思啊 就给他一个水蓝色的DEO的一个名牌包 大概这个六七万台币 哎 他竟然还真的收了 而且那一个律师 他的手机 他的手表 全程录下来 然后呢就发现他老婆说 哎呀下次不要带了 下次不要带了 结果发包还是 DEO就放进来了 继续放进来 所以他有说你怎么 而且我跟你讲 手尔之声太厉害了 后来就发现说真的 天啊他竟然收了 马上 哎没有隔一两天 马上去举报 说他竟然收受这个 因为他们有一个规定 好像不能超过750块美金 还多少 他竟然收了那个 是2000多块美金的包 那因为这样子 一个DEO包 就开始烧起了整个 影席月的一个政治危机 那你想说他老婆也是一个包而已 有那么严重 我跟你讲他败了 就开始跟他算总账 他老婆从2009年到2012年 就有涉及炒股 跟他闺蜜在炒股 然后炒了还赚了好几亿的多少钱 反正就是赚很多钱 所以后来人家发说 天啊这个就是金氏第一夫人 最后来大家看这个过程里面 发现他竟然有夫人干政的问题 而且在整个南韩里面的人事 很多的政策 很多事情他老 他居然是他老婆说了算 而这些资料出来以后 南韩就炸锅了 我跟你讲本来大家 只是把它当成 就是说这太荒谬 然后但是他的民调就越来越掉 可是我跟你讲 真正犯的一个大错误是什么 隐形院竟然为了救妻 开始干预司法 他现在就变成说 他们的特别检查官 在今年8月跟10月的时候 两度对刚刚讲的这些案子 竟然是不起诉处分 后来那个现在新上来的 这个所谓的在野党的国会议员 就发动一个特别调查 而且要通过一个 他的相关法案 就是要办他 结果他竟然 用他的否决权又搏掉 搏掉之后 他心想说 这个他们跟他杠上 我就是要办你老婆 所以即将要在12月 就在这个月 所以为什么讲说 今天他发动了这个戒严 就跟他老婆有关 是因为如果我今天不做这个动作 我老婆过不了12月 我老婆很容易就被抓出去了 而且我跟你讲 真的就是一个嚣张跋扈的女人 后面就有一个 位接班很高的男人 他老婆就是这样 他老婆到处去恐吓别人 现在因为他不是被人家 恐吓别人 因为记者不是踢爆他吗 他就说我告诉你 你再继续写的话 你会被抓去关 反正就无所不用其极 然后现在变成人家都直接说 他老婆已经是变成 他政治上的一个最大的负资产 好 所以齐悦 这样讲 你们现在有很多团 都在韩国 真的今天动地24小子 把他们给吓坏了 可是你想 你们现在传出来的消息 已经恢复品气了 可是就算恢复品气 你说南韩人非常飘悍 现在他们的最大工会已经讲了 如果影席院不下台 他们不会复工 如果不复工 他会不会走上街头 如果走上街头 你说韩国现在经济已经很惨了 他们现在刚刚讲的 他们现在的所谓的石化业 现在已经都亏损了 他们现在钢铁业也受损了 他们现在很多的所谓的3C产业 也受到了这个影响 如果今天再走上街头 你说你们观光业 根本就不敢去了 其实呢 昨天晚上一个GN一发布之后呢 我马上打电话给我们公司的同事 为什么 因为我公司有两个旅行团 总共60个人 就在首尔 就住在民洞 我打给我同事说 你们的状况怎么样 他说呢 他觉得说一看到新闻 大家吓到为什么 他说难怪他觉得说 昨天下午就看到 路边有军车 军人开始换装 他等于说是九点 晚上九点半的时候 宣布这个戒严 可是他下午 下午 其实军车军人都在动作 所以一宣布之后 所有军车全部开出来 表现什么 他都已经策划好了 可是呢 瞒着所有人呢 都不知道他干嘛 所以呢 他一宣布之后 所有军人上街 这个时候 昨天晚上真的大家 小道消息之多啊 韩国当地的导游 所有网路上面一堆留言 说呢可能明天开始 11点会宵禁 所有的场所要关掉 然后呢 如果说呢 这个事情呢 万一没有弄好的话 他可能 孤注一职 他故意跟北韩在 边境做冲突 他要把这个压力卸锅 卸到北韩去 打仗了 对所以当时昨天晚上 大家想说 哇后面又变怎么样啊 他想说 团会不会回不来 然后呢 后来发现 好像 没有那么严重 因为他 宣布的这个过程当中 没有说哪边管制 哪边都没有讲 结果到半夜 取消了 结果呢 今天呢 我们同事呢 就传回他们 在乐园的画面 舞照跳 马照跑 甚至你们踩在这画面 对这个我同事呢 他今天呢 就请他拍一下 目前在民洞的状况 对 去乐天乐园的状况 当地不是只有旅行团 当地韩国民众呢 也上街了 对 所以说的感觉是好像 舞照跳马照跑 舞照跳马照跑 军车没了 军车也没了 所以说整个画面呢 恢复到 之后的一片祥和 可是 在这样子一片祥和的后面 我们其实蛮担心 你会怕 担心什么 因为他的这个 民族老总呢 就是他 最大最大的工会组合呢 说了 无限期罢工 直到他下台 而且这个工会 罢工之后 我们最担心什么 从罢工潮变成抗议潮 如果说从罢工潮变抗议潮的时候 真的 他那个韩国人的示威抗议游行 跟我们台湾的概念不一样 他很凶的 非常非常凶悍 记得我们是不是也曾经抗议过什么 莱猪啦 抗议过美牛对不对 好 韩国在08年的时候 李明博上任 他们当时在抗议什么 抗议美牛的时候 那占一只惨烈 什么惨烈法呢 他们是几乎是 上百万人次的示威抗议游行 不断之外 他们的游行呢 没有像我们这样 举举表演还很口号 那个是十块玻璃瓶 然后拿着那个长长的那个木棍 上面盯满了铁地 还有燃烧弹 还有燃烧弹 跟着军警在对干军警的盾牌枪 全部都出来的 催泪弹水柱满天飞 很多人受伤死亡 他们是这样子在冲 而且冲到最后什么 冲到最后李明博政府 因为这样子内阁总持 就知道他们的整个 思维抗议游行强度很强 好这是08年17年的 朴槿惠上任的时候 他说什么 因为板客刚游行 也是整个几万人 一直上街 所以呢 只要到了这个阶段 跟你讲整个韩国 每次只要韩国大示威 旅行团不敢去 不是只有台湾团 是很多国家的团 一看到示威就马上抽团 所以呢我们现在注意就是说 万一从大罢工 变成了大抗议的时候 那整个韩国旅行业 会遭到严重的打击 好所以吴董 主要讲的 他的戒严不是嘴巴说说的 戒严是真的坦克上去了 慈三级也出来了 而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只要韩国动到军队 有一个地方的角色就出来了 美军的角色 美军事先知道吗 那美军事先如果不知道 怎么韩国的军队敢这样动 那如果美军知道 又怎么可能让他这样动呢 我要跟各位 跟所有的观众分析一下 他这次用的是戒严令 戒严令跟过去一般的罢工 不一样 过去罢工完就是一个活动结束 那你知道戒严令的六个小时之中 是什么状况 我们现在先想 六个小时之中 我现在第一个问题 我问你 在驻韩美军有三万人 在这个戒严令下的时候 这个美军现在在哪里 对 美军是什么 对 你什么角色 你什么态度 你现在我们都当过兵了 但是有种情况的话 很简单 驻韩美军的总司令官 一定召回所有的部队 你戒严了嘛 我把我部队全部召回 然后怎么做 战备 美军一定战备 韩国本身的部队一定战备 那还有第二个更可怕 北朝鲜的部队怎么办 你在搞戒严 戒严 我怎么知道你下面你要干嘛 所以他一定戒严 他一定战备 他这个战备起来 连动到哪里你知道吧 中国在兵临的部队 通通都起当前 也要动 也要动 日本也动 包括我们台湾昨天的状况 一定是在我们的所有的防空系统 包括我们的雷达系统 一定全面监控 那个不要谈的 对 整个东北亚昨天那六个小时 不是看电视上看的 悄悄悄悄桌子打打板 对 俄罗斯会不会动 会动 一定会动嘛 所以整个的全部的空中 卫星的警戒是全面启动 然后美军是更紧张 为什么 美军在韩国现在是有 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 但是有核子 有攻击潜舰 有攻击潜舰 有核子弹头 这个开玩笑 这大件事啊 我觉得不管你这个戒严是你家的事情 就是这个联动的关系 整个东北亚是全面性的紧张 因为我是金正恩 我在家睡觉 你再给我搞戒严 美军会事先不知道吗 美军一定知道啊 当然知道 美军不然不会让你动嘛 美军不可能让你动这个事情 那美军怎么会让他动呢 所以很简单嘛 大家都有所图谋嘛 这不是简单的一件事情啊 当然是有所图谋 美军在想在里面 也要想要混水摸鱼啊 还有一个情况 也可能有相关的情报 你让他们感受到说 要有动作 要有一点准备 有所动作 那当然最后拙劣失败 那不管他 我现在意思就是说 这个事情的原因啊 到现在解除没有 没有 还存在嘛 隐秦瑞可能会垮掉啦 可是这个紧张的气氛 就是北朝鲜会发动战争 造成朝鲜半岛 造成东北亚的紧张 这个事实是不是存在 存在 所以这个局势全面牵动 而且这个时机 你看到没有 1月20号川普接任 对 交接的时候 你认为这是偶然的吗 不是吗 当然不是偶然嘛 而且我问你嘛 是谁先发动的嘛 12月2号 在野党退回总预算嘛 对 总预算然后全部都改成 全民 以后是每个月 还每一年多少 100万韩元嘛 他全部开始大撒币嘛 在野党主况的国家总预算耶 这跟台湾情况相不像 蛮有点像的嘛 对不对 可是台湾比较强势 在野党没有那么强啊 他们在野党完全主导财政耶 总预算全部掌握住了 那这个你还想要买兵备 一点机会都没有 所以我刚刚讲的 这个事情是有一个原因 而原因现在存在 还在发展中 发展中最后的韩国的 动荡不安的情况 是牵动到全世界的 动荡不安 今天全世界最大的新闻 当然就是 韩国昨天搞了一个乌龙政变 你敢来想象 李齐悦贵委总统 居然在没有任何商量的状况下 他直接宣布戒言 而且宣布戒言你就看到 他的人民非常的愤怒 他的人民走上街头 而且用生命用自己的肉体 对抗子弹 甚至有人直接趴在车底下 Oh my dead body 你这个车子要经过 就要跨过我的身体 而南韩人民的愤怒 让这个胡闹剧 也让这个戒言 很快就结束 可是大家要问说 尹徐悦你贵委总统 你为什么要挺而走险 你贵委总统 你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险 了解 现在这个局面 让尹徐悦非常难堪 现在整个韩国 都要求他下台 甚至有最大的工会说 现在尹徐悦不下台 他们就不复工 代表现在尹徐悦 已经从总统大统 变成了南韩的公帝 那为什么尹徐悦 他要挺而走险 为什么要下这个险期呢 因为他现在的身亡 真的已经遭到了谷定 我们刚才讲到了 在盖洛普民调里面 他现在只剩下 17%的一个支持率 而且现在的南韩的 在野党在国会 不断地进行弹劾 而且不断地 剑指他的老婆 接下来在12月的时候 如果他老婆的那个 法案通过的话 可能他这个牢就做定了 而为什么尹徐悦 会有这么样的惨况呢 因为今年4月的时候 国会大输 他输掉了 整个国会的主导力量 为什么会输掉国会 对 我们之前在讲我们的12强的时候 不是讲说 他们非常难过讲说 在台湾 在韩国 在日本 三个地方的棒球里面 他们已经是变第三名了 可是这个可怕的是 他们这个第三名 不是只有在棒球 他们现在很多的领域里面 全部都下滑 我们看到 在朝鲜日报讲到 他说 现在南韩 他们有八大产业 八大产业 有七个 已经输给中国 他的成长引擎 已经变成了一个中国的黑洞 现在南韩 经济低迷 但是物价上涨 而这么可怕的一个经济 就代表他们从文在寅到现在 这个国家选错了总统 这个国家走错了路线 而没有想到 选错了总统 走错了路线之后 现在整个南韩 要付出这么 惨重的代价 好 在这一段里面 财经专家吕国珍 也加入我们的讨论国珍 你好 大家好 现在所有人都觉得 不可思议是 南韩已经走到一个现代的国家 你的总统影席院 怎么可能昨天闹那个闹剧 你怎么可能宣布戒严 而那个宣布戒严的时候 不到六个小时就平行了 平行就看到 韩国人民的愤怒 韩国人民走上街头 韩国人民直接用自己的肉体 对着枪口 韩国人民用自己的身体 挡住车子 我憨不畏死 憨不畏死就是他们的愤怒 为什么这愤怒 你刚刚讲到说 原来现在他的经济真的遭到一个极点 而这个经济遭到极点是 他们居然有八大产业 有七个输给中国 他们现在陷入了中国黑洞 为什么陷入中国黑洞 是他们很多的能量 都被中国吸走了 你说这跟台湾很像 你之前长期跑台硕 一样 现在只要跟中国有关 你就完全不能脱身 就从影学开始 当你选择了一个亲中的道路之后 你现在就要付出这么惨痛的代价 事实上韩国从文在寅的时候 他就已经在经济上 选择了跟中国紧紧相拥 所以为什么现在会有个结论 八大产业七个都输给中国 因为你当时看了中国庞大的市场 你几乎都过去了投资 结果在那个过程里面 你无意之间也把你的技术 完全都输出来中国 所以你知道这个八大产业有包括什么 有包括钢铁 有包括石化 有包括汽车 有包括半导体 这些产业以前都是 诶 中国仰望你 结果当你手把手 把他的技术给叼上来之后 现在你这些出口市场 都被他整晚端走 只剩下一个产业 还略赢回中国 他们说是什么 竟然是在那个所谓的石化产业 但是我跟你讲 这个真的是很惨啊 为什么要很惨 你看这是最新一个报道 那个谢金河他选 他说台数的股啊 南横最知道 我跟你讲 我们说台数的股价 已经跌了大概 腰斩了 而且那个数字是我从跑台数以来 都没有看过那么样惨的数字 主要原因是什么 你跑台数也有一段时间了 对 跟你跑台数这段时间里面 你从来没有看过台数这么惨过 台数你觉得那么惨 对不对 没有 韩国更惨 刚才讲 南韩居然有四大石化厂 南韩的四大石化厂里面 乐天化学第二季 居然亏损了4136亿韩元 刚才讲换算成3亿美元 等于是100亿的所谓的台币 刚才讲所有的全部崩跌 是 我跟你讲 为什么南韩会这么 或说台数会这么 因为中国它竟然有7个王永庆 就是之前他们商业周刊 有一句特别报道这件事情 就是大举的在石化这个领域里面 不断的新建新厂新厂新厂 在未来比如2027年 至少会有一千万公顿的 一个乙烯出来的情况之下 它会怎么样 它就会开始交价竞争 所以当这些产生慢慢出来的时候 你谁拼得起中国 所以我跟你讲 他们现在就讲了 这不是我们在台数受影响 韩国受影响更大 而且它是石化 钢铁 水泥 这些原物上是全部受到中招 全部受到 也难怪现在南韩这么惨 我跟你讲它惨到什么地步 它说这个乐天化学必须要 卖场求献 我们台数集台好歹口袋是够深 目前为止还没有到这个惨破地步 乐天化学引线在跑石化的时候 它是一个很大的产品 在韩国算是大的产业 而且最重要的 它也是上市贵公司 你看 它的股价怎么样 它股价跌了八成 它从来竟然从33万 别的到现在只有662个韩元 股价在今年就跌了57% 看起来比台数还差 你知道吗 然后跟乐天一台产还有谁 就是韩华化学 井湖化学 三星化学 SK化学 我跟你讲 这每一家每一家 大家都是其实在石化领域 占有一个角色的 没有想到现在大家只有比彩 没有最彩 还有另外一个产业是什么 就是钢铁 普香不用说 普香这个十几年前 那时候真的是 什么汽车钢板 一大堆 讲到普香大家都觉得 这是No.1 结果现在变成怎么样 天哪 普香的股价从76.1万 跌到了28.28万 也是跌到 只剩下三分之一 跟我们中钢一样 所以你就知道这有多产 还有南海的水泥产业也很产 现在水泥股价 从91900跌到 只剩下大概也是 一万四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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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九万一变成一万四 对 然后这个松性水泥 也是跌了三分之二 只剩三分之一 只剩下7730 所以我跟你讲 这所有的产业 真的都很惨 我们台湾也很惨 我们的台泥 现在已经开始跨液 这个水泥的部分 在它整体营收贡献度 越来越少 所以代表怎么意思 代表当你中国 他们开始就是 养大他们这些相关的技术 以及产能开始 全世界在行销的时候 真的价格低 低到什么地步 他说同样的产品 它可以比你低到 三成到七成 所以你不要说 第一个你中国市场 就已经被他们自己 吃干麻草 然后他们有余量可以外销 所以包括我们以前 可能可以外销到 其他国家 印尼哪些国家 这些市场 都会被中国的外销 给取代掉 所以我们刚才讲的 在这一次十二强里面 我们台湾拿到冠军以后 他们就讲说 台湾队长已经用棒子 集中了高涌表 集成了日本 现在我们韩国 已经变成了亚洲第三名 我们的韩国 已经没有轻松的对手 你说这个东西 不是只有 在它的所谓棒球上 它是各行各业 都是这样子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经济的衰退 这样子物价的上涨 所以他们现在 把所有的气 都出在他们的总统身上了 是 因为当人民的日子 不好过的时候 当人民连葱都吃不起的时候 你知道那一把怒火吗 葱吃不起 我跟你讲 你讲葱吃不起 你讲说开玩笑啊 没有开玩笑 这还当时是很大新闻 因为一根葱 竟然在他们市场卖 要卖多少 卖一百块台币 一根葱一百块 如果你喜欢这韩国食物 你就知道 葱在韩国的食物里面 不管你是拌饭 不管你是烤肉 不管你要做什么 你没有葱 你怎么吃啊 我还甚至看过 他们没事就拿一根葱 在那边啃的 结果后来发现 怎么会这样 结果这个天才 他想到什么事 他说我也知道 大家对我很不满意 所以我现在要用政府的钱 来收购葱 所以有便宜的充 你看他还带一大堆人去看 不要担心 这个便宜的充的20多块 好不好 大家来买 请问你就那几把 你是可以怎么样 你可以解决所有充的问题吗 没有办法解决 反而怎么样 反而掀起了敞购潮 所以这把怒火 让大家越来越生气 而且我跟你说 他不是天才弄了一个 这个奇奇怪的戒严吗 结果一把又把他们 连他们的金融市场 也一样打趴 你看竟然来到2464 2464是什么样的情况 跟2017年一样 竟然回到7年前了 这是很可怕的数字 你要知道 当时文在寅 他选择的一个动作 就是在经济上 跟中国警报 所以他那一波 确实拉起来 但是文在寅之后 选择了这一个引席院 引席院几乎没有太多政策 还有最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什么 就是连中国现在也 因为美中的贸易大战关系 中国自己的情况也不好 所以你过去 很多就是中国 中国才买你的原物料 中国买你的东西 现在完全没有 完全逆转 而且更可怕的是 以前韩国对中国是顺差 对 你现在变成逆差 对 而且以前不但是逆差 而且是逆差 见不到底了 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情况 你看到在1992年到2022年间 这个几乎是年年 而且最高峰是2003到2018年 那时候高峰的时候 都是好几百亿美金的 结果现在情况 你看最惨在哪里 2022年年只剩下17亿美元 17亿美元 去年就出现赤字了 去年就出现赤字了 你看到这就是相关的赤字 2023年前10月 韩国向中国进口买了 1198亿美元的东西 你要看 机械 以前他们那个 韩国自己机械也是强项了 还有金属化学品 现在曾经何止 你竟然跟中国买化学品 也就是刚才讲到 2023年的1月到10月 其实韩国从中国进口 韩国居然从中国进口机械 进口化学品 然后进口金属 进口纺织品 那我也去进口你东西 给这个机械 可是一来一往 我竟然出现了18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 那你知道为什么 你们自己明明有生产化学品 为什么你还要跟中国买吗 便宜啊 对啊 所以这就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 所以他们就想 讲到什么问题 他说其实在半导体的关键里 这个材料里面 没有想到韩国 我们都知道韩国 之前是非常仰赖日本的 现在竟然高度仰赖中国 从2022年前 韩国对中的贸易 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狂买他们相关的关键 包括哪一个最主要的 你看 南韩在关键原料的部分 对中国仰赖数高达两层 像什么 就腐化氢 这些我们都知道 那时候在吵架的时候 不是就是断麻断了他们料 结果因为 日本虽然后来有恢复 就愿意出给你们 但是日本价钱贵 不是 南韩太蠢了吧 符合金这么好的东西 你竟然不用日本的 你用中国的 也难怪说 你现在的 这个所谓的金元制造 你的品质这么差 对 所以我跟你讲 华杰哥你讲一个重点 环环相扣 就是当你开始便宜的 所以你选中国的情况之下 你的品质就差了 你的品质都差 而且连你的三星 你的半导体品质 都出现很大的问题 所以你知道 我们都讲说 这一次不是美国有个禁令吗 7奈米这个东西 看起来好像是打我们台积电 不可以出口到中国 我们现在要全面封锁中国 台积电不好意思 要买我们东西的人超级多 我们没有再商 商到谁 商到三星 为什么 因为三星竟然出口到中国 这个相关系列的银片 占它高达三成 这一棒打下去 不是代表三星有三成的 这个营收就挂零 还有包括什么 本来他们还可以 共识这个高通相关的晶片 结果后来发现 哎不对 高通又毛起来 下档给台积电 为什么 因为三星的品质 不好高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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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